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 11月19日 星期五 今天 其實是 TVB台慶 所以我們真的覺得要賀一賀他 萬千辛低賀台慶 為甚麼呢 現在的TVB 不論在收視 在廣告客戶 在影響力 在升勢 在公信力 全部都在創新低 所以 我們在這個股價創新低的同時 要賀一賀 無線 首先 看看股價 昨天收市 即是18日收市 報5.34 52週最低是5.31 最高是9.86 從這個市值來看 現在那個無線電視的市值 只剩下23億4千萬 是香港電視的四分之一 香港電視突破過百億 但是無線電視就跌穿25億 25也是一個很特別的數字 一個Quarter 我們 想跟大家 用這幾年來分析 為甚麼無線 可以是節節敗退 在收視 在公信力 在聲勢 在影響力 以及股價 都在創新低的情況下 究竟他壞了甚麼呢 其實 真的壞了很多 而且不是壞一發 只是壞很多發 最主要就是無線 甘願作為 港共政權的走狗 他本身是一個電視台 變成一個喉舌 Propaganda 甚至乎 是一個 謊言的製造地方 用來蒙騙大眾 所以受到大部分人的唾棄 他以往也有輝煌歷史 當然啦 我們也不要只談人家 我們 就說說他輝煌歷史 打開他的表 第一屆 這個叫做無線電視 或者第一至十一屆 他們當時叫做歡樂今宵何台慶 這個台慶的時候 那些主持 全部都是同一班人來的 沈殿霞 梁聖波 何守信 譚炳文 道平 頭十幾屆全部都是這班人 接著到了 81年 群星獻記賀台慶 第十四屆 都是那些人收有私儀 到了 1983年 1967屆 龍鳳晴祥賀台慶 當時 匪姐移民 移民 只有鄭月齡 何守信 迪波拉 譚炳文 之後 匪姐回來後也是匪姐 然後全部都是匪姐 龍鳳晴唱 何台慶 萬千聲輝 何台慶 全部都是沈殿霞 然後 就是汪明荃 沈殿霞交叉 不斷就是汪明荃 沈殿霞 鄭月寧 到匪姐死了 就是汪明荃 鄭月寧 全部都是汪明荃 鄭月寧 全部都是汪明荃 鄭月寧 我們幫他 想了一個很貼切的名字 叫做 萬千辛低 何台慶 甚麼都是辛低 可能沒有一萬件 一千件也應該不夠 但是 辛低就是絕對辛低 收時辛低 以往的這個無線電視 其實就是 可能是有一堆 客戶那種有多少個盒 一百個盒還是一千個盒 在香港所有人 就選一千個盒 而這千個盒監察他們 就看電視的習慣 這樣可以準確嗎 一點也不準確 一千個人 裝了一盒之後 基本上 我想都是看無線的 看阿士記有多少個 那麼究竟是不是真的反映現實呢 我是不相信的 就這樣一千個盒的數據 我覺得 不可能就可以斷定 有多少人 而且 他們的收視點 可以說是三十年餘一天 因為在30年前的 90年代 可能香港的人口是六百多萬 一點的收視點是六萬四 現在的收視點是多少 現在香港有750萬人 當然有20萬人逃亡了 離開了香港 你也應該 調整到7萬3 這個無事一直都不肯改 原因是甚麼呢 因為 你把點數收視點如果每個收視點是七萬多人的話 他會立即跌倒 你想想 15點乘以6.4 是吧 也是九十幾 一百萬人而已 如果除7.3 不夠一百萬 他只剩下十幾點 15點的收視 即時 只剩下13點 那麽你想想 百分之十幾要20的 無線搞不定 所以 老虎蟹 也不可以 轉用這個新的統計數字 當然 現在還有人看電視呢 當然有了 很少了 越來越少人看電視 我們基本上看電視的習慣已經改了 我們來到英國 我們家裡 不買電視 電腦甚麼都看 我用不著看你的電視 是不是 連我們的英國電視也不看 好了 我們 詳細說回無線電視的死因 說之前 記得支持 老婆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和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我們要 三個呼籲 第一就是88小巧 希望大家 兩力二位 但也有能力的多多支持 第二就是車隊 車隊主要是大家有沒有實用 如果你真的要用車 或是要搬屋 要看樓 想起我們 找我們的司機 第三個呼籲就是有人 偷我們的卡 用我們的名義 籌款 我們 嚴正的聲明 我們沒有偷過任何人 團體 在外面 收受任何的捐款 籌款 任何形式都沒有 任何形式都沒有 除了大家叫大家支持88小巧之外 沒有任何的籌款活動 也沒有任何的 叫人捐錢給我們 那麼當然 月費贊助我們 200元 我們認為我們 收藝卻之不供 我們提供免費的娛樂 當然這個是自願式的 你喜歡可以給 不喜歡可以不給 我們主要希望大家 幫幫忙 幫我們看多點廣告 幫我們點擊廣告 以及把我們的節目介紹給你們身邊的朋友 這個是我們最想 這樣做的 說回這個無線電視 今天適逢台慶 要跟大家說說 因為你未必過過知道 其實11月19日 是當年的邵逸夫的農曆生日 他就拿了那天 用來做無線電視的 台慶 其實是邵逸夫的生日 當然邵逸夫到了一百零多歲 也算是很厲害 不過 邵逸夫 以往在邵途市也開創很多經典 也是香港一個 傳奇人物 但是做了電視之後 就變成了一間工廠 他主要就是靠一個慣性收視 每個人扭開電視看無線 基本上是沒有甚麼進取的 無線電視 其實創新能力越來越低 當然 轉了手之後 本身 就算邵逸夫當時一百零多歲 他當時一百零多歲 他當時遵循著那種 保守 守舊的方式 全部好像工廠盯出來 人家成功了就照抄 毫無創新之餘 基本上是一間 盜版電視台 到了 轉了手 被大陸人接收了更加離譜 最離譜的就是他們成為了香港政府的宣傳喉舌 就像是郭培爾 的宣傳喉舌 將謊言說一千次就變成真理 所以我們看到無線電視的主播一個一個走 因為 他們 不甘心 為虎作槍 為這個 謊言的電視台 繼續說謊 門騙大眾 我們 其實也覺得 現在的無線 即使是你換甚麼人進去都沒得救 原因是 你們的胸口都臭了 以往也有人看你們的新聞 現在你們的新聞就代表假 Fake news 全部都是留的 剪頭剪尾 幫政權塗脂抹粉 幫他宣傳他們政權 想人民聽到的說話 你們 跟人民日報的香港版是沒有分別的 中央台 CCTVB 除此之外 他們也是 完全當香港市民是白癡 為香港人吃屎吃了幾十年 他們打算繼續做下去 為甚麼 完全 沒有任何創新 全部都是抄襲台灣 韓國 日本的中藝節目 總之靠抄 你看到掌門人 完全是一個盜版 從頭到尾都是一個盜版 人家 今天看真一點 他是搞城市最極 人家八萬富翁 他是搞甚麼 時間都升不起來 沒得留下 全部都是人家做了 他才去做 這樣做電視台 真的吃得糟了 現在還有一個創意總監 回大陸 沒有任何創作 自由空間的地方 發了大 因為大陸 人蠢 錢多 在大陸賺了大錢 你就 覺得他是一個創意總監 最終創作了甚麼 為甚麼人們會轉看MiuTV呢 當然 一個政治問題 第二 因為你們真的是垃圾 你們是不折不扣的垃圾 所以 你們的倒閉是必然的 正如就好像當年的 就是亞士 王igor 所以把亞士打造成 香港的辛ン 沒有接使去 沒有線電視可以耳鎖多久呢 我相信這樣的狀態 會順了等一段時間 不過股價 就會不斷被人拋售 因為 人們買股票 是反映前景 一個沒有前景的公司 一個直揚電視台 基本上 股價只會一直慢慢陰乾下去 神台吉 在陰乾為止 買了他就恭喜你了 你只能夠 做股東而已 如果 不是虧很多就只虧了 虧一半也只虧了 一半也比沒有好啊 你有沒有看詩節 詩節也是藍醜來的 當然他會不會像詩節的下場呢 我們也不敢說 但是 聲勢上 名譽上 這個影響力 肯定都好像詩節一樣 現在你看到ViuTV的崛起 人家是用心做 即使用很少錢就可以做到很多好的節目 而你們 當然你們也用很少錢啦 你們黑薄一些 那些演員 余子明幾千元 簽人家一年 人家不用吃飯 你就這樣扣著人家 這些老演員你也不尊重 之前看訪問 劉少銘 明Sir 真的拍劇 回大陸拍劇 當人家臭死 那些大牌就在一間房子 他們就住在那些 很差的房子對人家 基本上 完全不尊重這些長輩 完全 跟你們的電視台 基本上是一個無良企業 白甲眼 勢利眼 你們的台 是應該倒閉的 是應該倒閉的 整間垃圾台 然後就專門找一些 二世祖 專門找一些富二代 有錢仔 有錢女來做電視 令到他們 覺得有錢有了 我們想出名 找一些發明星夢的有錢仔 有錢女 讓他們免費幫你們拍劇 免費幫你們唱歌 每個人都沒有工資 每個人都覺得不用出糧 專門找一些免費工資 做生意做到你們這樣 吃屎啦 倒閉啦 垃圾 你們是一間工廠 香港有這麼白癡的人 還有一百多萬白癡的人 你們才能生存 你們 其實 不用餓死 已經是一個經濟奇蹟 找甚麼人都沒得救了 到現在 60多歲 你們個個都花甲之年了 根本就接不到那些原因 你們也發掘不了人才 現在你們 最近十年 整個無線裏面 全部大牌的明星 全部都是亞視過來的 亞視可以培養到有演技的人 你們行不行呢 不行 因為你們 是一間垃圾電視台 你們再沒有辦法 培養到周日快的巨星出來 搞到整個亞視過來 陳偉呀 袁文傑呀 還有那幾個關詠河 張家輝 全部都是亞視過來的 你們自己的電視台 近十多年有沒有捧過甚麼人出來呢 好像沒有 為甚麼捧那麼多人出來呢 不檢討一下自己 垃圾就是垃圾 臭胖出臭草 哪裏有人才呢 這節真的要喝一喝你們了 萬千新低學台慶 希望你們 再唱新低 這節時間先說到這裡 拜拜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